四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昨天我们学习到医疑人 互录医医疑人 今天接着来学习体制道 这个是体相用 这个写如老人用佛经 这个术语名词来 解释这个制道 这两个字 制于道 道极本心急躁战然 真心出动 因生三系 为之夜相 参大圣起信论 这次首先先给我们讲道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心 也就是我们平常在佛经上看到 自信 道 他急躁常然 这个急而常躁 躁而常急 真心出动 这个真心不动 真心一动 就生三系相 这个因 就从三系 这个三系位置夜相 心就动了 那么就生了三系的夜相 写如老人 那么给我们介绍 参考大圣起信论 今天再讲句 这一本求言 如佛说四地法 先讲果 后讲因 苦是果 即是因 即和苦因 而得苦果 若先讲因 大家不信 因为呢 因啊 种下去 还没看到果 所以 讲这个因 大家不信 不相信 所以 要先讲果 果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一章的讲法 无采用这个方法 先讲果 后讲因 人由德来 德至道来 这个就先讲果 再讲因 这个讲法 前无古人 这个古人 没有这个讲法 必须学佛 学了佛呢 才知道 用这个讲法 如孔子 言子 真子 子师 因功夫道了 虽然没有学佛 但是英雄 是英雄 英雄 所见 略同 孔子就是佛 宋儒乱批评 对道 佛 二教 也希望解说 以为佛出世 道 超世 如 世间 其实不然 佛法 三段都有 孔子 老子 也是如此 这个佛 有出世 有超世 有世间 三段都有 孔子老子 也是这样 他们不胜明白 无也不胜明白 只因学佛 六十一年的功夫 与他人不同 这是写入老人讲 宋儒 他们不是很明白 那么他自己 也不是很明白 只是因为他学佛了 六十几年的功夫 与其他的人不同 在佛法这上面 下的功夫深 习日无很狂 今日才知不行 这个写入老人 讲年轻的时候 也是很狂的 那么越写越知道不行 文理还不懂 何况道 更不懂道 起信论 民国的内学院 研究为事 梅大士教无学 为事念佛 内学院以为 起信论是后人造的 不是马明菩萨造 这个是有很多人讲的 这个 他不承认 这个起信论是马明菩萨造 华言经书超 为唐人注解 不敢离起信论 也不敢诽谤 反对起信论 另外有人 也以认言经为伪经 诽谤这一经一论 这个现代呢 有人就是这样诽谤 诽谤认言 诽谤起信论 国之将往必有妖孽 佛家也出妖孽 这个是佛法的 随想了 所以出了这些妖孽 来诽谤 经论 为什么提起信论 想明白道德 必得讲起信论 鲁书说 信与天道 孔子喊言 因人们不懂 所以少说 人怎么从道德出来的 必须依佛家说的 五采起信论的三系六出 要紧在三系六出 我们断货可断六出 三系在八地以凡 还不懂 这个三系像八地菩萨 还不懂如何断 这必须懂佛理 用功夫的人才知道 所以善导大师 四体书的序 经人就不懂 道是真如本性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不变样就是信 静不动才能造 急才可造 急和造这是一回事 如水静才能造东西 这个水完全平静了 那么它才能造外面的景象 古时候没有静子 叫做见 那么从今从肩 左边是金 右边是监察的监 那么合起来就叫见 铜盆装水 造石看水 后来渐渐进化 冬天结冰 改静用铜镜 若水起闻便不能造 必须静子才能造 急躁战然 真心就是如此 真心 它是急而常躁 躁而常躁 急躁同时 但是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无名从何而来 就是一起念头 禅宗观心参化头 参化头是后来的方法 凡是学佛 办法一念不起才成功 一念不起是急 冰也一念不起 但是冰不能造 所以必须能造 造则动 一动就不造了 才出动念头时 性是善是恶 无所谓善恶 但已经动了 一动便有二动三动 真心出动叫夜相 有了事情 什么事 好坏 没说 这是第一相 这时能是道 最初那个动 也没有好坏 是非三恶 第一相就是道 相记得 动而不觉 有见直昏 昏身望界 立觉护明 灭昏除望 即行有所得 故离大学曰 再明明德 明德四目 动即是格物 觉即是智之 明即是诚意 德即是振心 这个是 这个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那么配上这个 觉 来解释 先陪智能 好学近乎智 再看 既得 得与道连着的 心里动 动而不觉 起了念头 自己还不晓得 便有了见 这个见是 昏而不明 如此就不急躁了 这是起信论讲的 孔子都懂 一动就昏 第二步 昏身望见 因为见 必须看东西 找对象 为境界相 这是三系 心最初 一动时 什么也没有 二动就分 三动 生 望见 幻化出 这个幻化生出 许多虚假的东西 这三层 八地以前 还不懂 为心念出动的 三系 喜信论说 无明 为因 生三系 一有境界向后 便境界为原 掌溜出 就会造业 受苦 我们都是 业系苦相 没有不受苦的 红子 严子 真子 子师等 没有这些 但是不怕念起 就怕觉词 心动时 只要一觉悟就行了 如果不觉便分 没有觉悟过来 就分了 分暗了 就有见 一觉 便不至于有见 就无望见 就没有这些 希望的境界 这叫立觉 护明 一动立时 就觉悟 心仍然是光明的 也没有见 也生不出望见 没有见 境二系 心要历史 觉悟 才光明 但是能永远 这么觉吗 不能 能有见 境 六出 一动 便有二三 三生万物 参禅 就是使心 一念不起 孔子的境界 心一动 便能觉悟 使心保持光明 知道这个明 不能接 记 不能接下去 不能继续下去 所以必须 实时 观修 也就是我们 佛教常讲的 要实时提起 观照的功夫 孔子懂 心一动 便觉而明 就要修 所以有修德 性 不能修 天然的性 自性 本性 没有修的必要 修德以后 无见 便不会生境界 虚幻 妄境 不会生出来 到此止住 就是有所得 如心经说的 无智亦无德 立觉复明 立刻觉悟 就恢复光明 有了德 就不是昏德 成了明德 这就是大学说的 在明明德 六书经运 说 德 行道 有德 于心 为德 我们现在讲 心德 行道 就是修德 修道 自卫教 心实时的修 不生忘境 便有所得了 这是说 内在功夫 诸子住杰大学说 凡天下之物 莫不由理 须穷其理 事实上理不在外 如何穷 格物 自知是 二件事 是两件事 格物是 来了事 事知是觉知 所以 理据大学说 在明明德 在明二字 这是修道 使心成为明 明德 有四条 叫明德 事目 动了本性 一动 叫格物 有了事情 真心出动 自知为绝 绝便是知道了 一绝便是知道了 必须日久天长的修 使明能俗 观修 就是正心 所动的是心 所以必须观修 妄念 去除便是诚意 当迷惑颠倒去除了 这不是 真诚吗 这四条 格物的时候 还不行 若自知 就已经 是分德 是明德 若明德 保持不住 只要观修 心正 就行了 心不偏 不斜 这必须 诚意 诚意是天之道也 这是内在的功夫 诚之者 才是人之道也 这事成是明德的事目 明德是事目的刚 讲这一段有什么用 这是先赔 资能 要行人的事业 必须先有真知 灼见 才有真能力 才能办事 心坏 如何能办好事 这就是王阳明说的 良知良能 在中庸说是 三达德 既于德是智 由好学而来 好学进乎智 观修正心 不是一天的功夫 一成要无望无火 孔子无三系 不就是佛了吗 这篇你们研究一个月 能讲就不错了 这是培养个人的智能 人就是由道德而来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下面还有 由义 由于义 互入义 那么后面 讲这个义 义述这个义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这个义运这个义运来 就是 现在 成功